从本周开始 电影《消失的他》将在澳大利亚 北美和英国等多地上映 与更多海外观众见面 其实影片上映首周 就曾登顶过全球票房榜 它的突出表现还被英国 每日荧幕杂志 好莱坞报道者 以及综艺杂志等 国外专业电影媒体报道 其中好莱坞报道者就评价它是 今年中国暑期档出现的 第一部超级大片 除了票房数字喜人 《消失的他》票房增长的速度 也被网友津津乐道 影片上映一天后票房破4亿 5天后票房破10亿 而在7月1号这一天 《消失的他》就完成了票房 突破20亿大关的成就 看着同一天发布的 四张破亿海报 有网友就感叹道 这速度比影片男主角何非本人 还要疯 眼下消失的他票房数字 还在不断地更新 而这样的成绩 是观众对电影人 辛勤付出的回报 更是给正在复苏的 中国电影市场 送上的最好助力